梅根王妃不按套路出牌,故意拒绝穿连袜裤,为了臭美违反公规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从来都不服管教,即使嫁入英国王室,依旧处于我行我素的状态 再加上哈里的支持和纵容,整个人越来越没规矩,跟王室高层的矛盾逐渐升级 梅根王妃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故意拒绝穿上连袜裤,为了臭美居然违反公规 难怪选择离开王室,外面的世界又多精又自由,还不用受宫廷规矩的束缚 虽然梅根是王室的一员,但是多次打破王室规则,以不走寻常路著称 四年前,梅根刚刚嫁入王室,穿衣打扮却有自己的风格,一点都不遵守宫廷规则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王室的时尚规则之一,就是要求女眷们必须穿连裤袜 但是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却不以为然,经常光腿参加活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当时的梅根一袭黑色短裙出镜,并没有按照规则穿丝袜,就是为了展现自己的鲜鲜玉腿 这套礼服来自加拿大品牌Judas M. Charles,价值约327美元 哈利携手梅根,亮相伦敦维多利亚工具院,一起观看了音乐剧《汉密尔顿》 整体造型虽然很美,但是却不符合王室规定,低胸加上谨慎的设计,让梅根王妃瞬间变得性感火辣 王室研究专家维多利亚,在接受内幕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 宫廷女眷的着装有严格的要求,必须穿脸裤袜,不能光腿或者太过性感 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规定,但是翻看梅根订婚照片会发现,她很不喜欢穿脸裤袜 甚至认为这种装扮很吐气,时尚专家斯蒂芬·谢尔登也表示 英国王室很注重宫廷礼仪,女眷裙子的款式和长度都有清晰的规定 英国王室规定,女眷们的裙摆不允许低于膝盖以上四英寸,并且以保守和内脸著称 梅根当时刚刚嫁入王室,根本不遵守这项规定 穿衣打扮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如果说凯特王妃是三好学生,穿衣打扮完全符合王室规定 那么梅根显然是问题少女,凯特时刻保持优雅,并且着装极其保守 反而给人一种高级的感觉,梅根显然我行我素 为了臭美多次违反宫廷规定,难怪得不到女王的认可 除了不爱穿脸裤袜之外,梅根还对透视群情有独钟 彰显个性的时候,根本不顾王室的感受 虽然不少读者都夸赞,梅根王妃的衣品好的没话说 但是却跟宫廷规则格格不入 看起来虽然惊艳,但是却丝毫没有端庄大气的感觉 反而更像名艳动人的女演员 根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梅根很少穿脸裤袜 并且更加喜欢紧身裙 可以凸显完美的身材,也能彰显自己的女人味 而宫廷礼服显然有些束手束脚 尤其离开王室之后,梅根无论外形还是言论 都彻底开始放废自我 根据外媒爆料,梅根在加州居然接受过微调手术 只为了让女官变得更加精致 哈里王子的态度很有意思 完全站在梅根的一边 甚至支持妻子通过科技手段变美 尤其脱离王室之后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彻底没有了顾忌 梅根的穿衣打扮更加自由 根据英国媒体的统计 梅根曾经72次打破王室规则 实在是令人头疼 虽然是平民女子 但是却心底天高想当女王 根本不把其他王室成员放在眼里 此外,王室还有其他礼仪规则 梅根及时之前学习过 出席公务的时候照样不注意 比如女眷坐着的时候要双腿并猛 梅根却总是四扬八叉 毫无一点美感 根据王室的规定 所有孩子洗礼的时候 都要身穿亚历山大麦昆的衣服 但是梅根却要穿比奥的 只是为了更加时尚 不惜打破王室规则 四年前 梅根参加英联邦青年论坛 只有王室成员才能参加 而当时的梅根 只是哈里的未婚妻 此外,阿琪出生的时候 梅根私自将照片发布在社交平台上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对于大部分王室女眷来讲 很容易遵守王室规则 但是梅根却有自己的想法 无论出席任何活动 都很少穿连袜裤 为了臭美 简直是不管不顾 梅根虽然是边缘成员 但是却处处抢风头 难怪会被排挤 作为晚辈不光 毫无礼节 反而强调独立和自我 跟王室规则简直水火不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